据媒体报道,我国已经开始大批量生产歼10C战机,而歼10B和歼10A的生产,则已经停止了,而中国最终歼10A生产数量很可能会达到近千下。 又来大批量替换空军中已经非常落后的歼8和歼7型战机,我国歼10A战机生产了约300架,歼10B战机更是仅仅生产了不到80架就停止了,最终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歼10C战机室。 这主要是因为歼10C的性能,远超歼10A每一型,并且在成本上并没有提升多少。 据了解,目前中国空军还有近千架二代战机和三代早期型战机,我军三代战机的缺口非常大,而我国空军目前依旧还有大量的歼7和歼8战机,需要大量新型战机更换,且重型战斗机价格昂贵。 所以战斗力不差,空游性能非常出色,价格又相对比较廉价的剑10C战斗机自然就是最佳选择。 且剑10C战机在改进以后还永远有一定程度的对地对害打击能力,甚至可以携带4枚600千克级的鹰机91反舰反辐射导弹。 整架战机用途已经趋效于多用途化,整体作战效果,类似于美国F16改进型。 剑10C战机相对于剑10A和剑10B最大的区别就是发动机了,剑10A绝大多数装备了俄罗斯的AL31F发动机,而剑10B就采用了国产的太航波膳式发动机了。 除了寿命有所提升以外,最大推力并没有太大变化,近了13吨左右,这导致剑10全只爬升率和机动性能受到一定限制,多用途能力也非常差。 所以说因为劝动洋溢的原因,剑10的机动性能堪称灭天,在多次空军的镜头盔比赛里,都展现出了非常出色的战斗力,甚至连续拿走数年冠军。 剑10的打击能力却非常差,很长一段时间里,剑10唯一的对地打击能力就是投掷顶确指导炸弹,更多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款纯粹的空游战斗机。 这对于一款20吨的中型战斗机来说是有些浪费的,剑10C战斗机的发动机更换,为了最新型的太航改进行,推力提升到了14吨以上,机动性得到了进一步增强。 且在一定程度上,弥补了因DSI进气道,带来的损失推力问题,并且因为飞火推力体化的原因,剑10C的多用途打击能力非常强大,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达到了早期重型多用途战斗机的水准。 而剑10C的雷达则装备了我国新型的电掃描源线控阵雷达,探测距离和探测能力比起剑10B的无源线控阵雷达有非常大的提升,且剑10C可以使用我国最新型的PL-15核,PL-10E型空空导弹,在5倍级别已经完全不亚于剑20战机。 在面对普通战机的情况下,甚至能打出5代机,面对4代机的碾压性优势,剑10C目前已经以每年数十架的速度装备部队了,届时我国军队将会大量采购这款战机,最终采购额很可能达到近千架,使得我国空军能够维持超过2000架战斗机的编制。 但是,剑10C是一款非常出色的战斗机,而相对于剑11B、剑16等战机,剑10C又相当连下,与美国空军拥有上千架F16一样,中国也仍拥有上千架剑10。